大家好歡迎收看 七國之上我是黃培塑 不過大盤從11月6號可以談到說 它那個是假突破 要進入一個拉回震盪整理 也整理了一個多月了 當然盤也不可能說持續在那邊一直整理 當然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的時間長短都有機會 可是說整理完總是要表態 整理完總是要表態 這個整理的過程當然就注意到說 這個整理結束後接下來那個脈動 我說那個脈動是大錢 務必要做這個方向 那個方向那個脈動 接下來這個脈動 你說整理整理當然就來回做那個 沒什麼大錢可以賺 真正的大錢大準流行 是在這個整理後那一個脈動 那個脈動你要從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用了它的形態 它的結構然後去判斷說 接下來要往哪個地方發展 我說那個要確認 一定要確認才會大錢賺 不要等它拉出來那個沒有 那我說接下來會有比較大的行情 因為你這個地方高檔震盪 那如果真的是下來 其實拉回幅度會比較深 那行情是很大 那行情是很大 那另外一個結構就是說 這個地方整理完還能夠再推出去 那個行情也很大 而且你講那個廢話不是廢話 等於你結構它走出來 自然它就一個脈動了 那個結構就會一路的走 往下拉回它那個結構開始正式形成 它就一路走 會走一段很大段 往上推也是要推到一個完整結構 也是很大一段 所以這個地方是接下來是重點 等於接下來是重點 那今天又來高點 當然還沒有果差差一點點 可是這個結構當然這種架構 你現在今天等於是相對 相對又是上緣的部分 那在上緣部分我們當然就看說 有沒有機會往上推動 那就看最後這個脈動 起伏是從11443推上來 今天那個高點 11670 差5點5點 之前高點11675 我們先來看一下整個追蹤一下這種脈絡 9月18號我說這個關鍵是10963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段落 這個脈動結束 這都當下我跟你講很久 10963然後這邊整理很久 整理很久這10月9號是拉回10880 這個是重點是從破底穿透 10713上漲到11021拉回來 我說那拉回那天很重要 10月9號 那是國慶年假前一天 這是10880 因為這就是推動 拉回二位比較深 而且它是市場這很漂亮 就是這個地方10880 它就一路走 我說這是一個多空表態的最關鍵 這一天10月9號 它這一段在這裡 我說這一段是一個表態 是一個訊息告訴我們 它是有機會推動 開始拉回來 那你如果這個結構的話 當然這個就 這一段是結束了 11316 最後這一段是這樣 11675 那我們就跟你作用這一段 這11月6號 1675見最高 675 我說這個這樣我給你分析很久 它是假突破 它會拉回來 這拉回來 你看從那11月6號一路就開始 一直拉回來 都在跟你談到拉回來的整理結構 這一天拉回來最深11413 我說你這個不是推動往下 它還是要逆迫反彈有沒有 那彈來彈 然後這個地方還是說下來 有沒有 那下來 下來以後來到450 你又看壞了 沒有它又上去 上去到相對高 你這個地方如果要推動 它還是要先拉回 你要這種細微賣動你要有 有沒有 它還是先這個結構拉回 那你看它拉回來又拉回來 又拉到462長這樣 上禮拜五又一副 又要一片要偏空的不是 我說那就是頂過還是整理型態而已 還是整理型態而已 有沒有 162 後來最低再拖一點點439 一樣這個結構 那直至10月3號就跟你講 我說這個11663跌到439 又是一個段落結束 其實這個都有機可循 12月3號有沒有 12月3號這裡 我說是有效的12345 12345段 我只要跟你談到那個細微賣動 12345段就是一個完整架構 12345段就是一個完整結構 那這個脈動下跌告一個段落 後來看你這個439這真的是最低了 11439有沒有 我說這是一個段落 這一個架構 然後開始你看又往上走了 就有沒有 它做一個小A小B 然後就往上一路就推上來 推到昨天到618 今天來到670 那今天這個結構就 今天這個結構很特殊 很多人可能看不懂 我個人是看得還算清晰 今天這個結構 通常這裡有一個轉折 這11413等落在那邊停住 突然又落一個高 它拉回來還跌破這個起跌點 一般人這樣子看的是說 哎呀 這個是完蛋的 我未必喔 通常這個結構有一個是 它擴延出去 拉回來又擴延起點 擴延出去拉回來又擴延起點 這整組你要把它當成一個脈動 這個很少人看得懂 對 我其實也跟你 就不令跟你分享了 坦白講 我說這個推一段一個橫臺 推出去好像要從一點點 它拉回來還跌破平台去 一般這是擴延出去拉回擴延起點 它整組脈動把它當成一組就好了 這樣就簡單囉 通常這就是關鍵在這裡 這個結構 這是比較細的脈動 這15分鐘線 你看這個小直線長這樣 今天拉到670 這邊675最高 這X5點它又拉回來 好 那這個結構就有趣了 這兩張圖啊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這關係到下禮拜的走勢 下禮拜很有可能出現 很重要的關鍵推動 我說推動不是 推動往下推動往上 不是 往下也是一個推動 推動那是下跌 主跌段推動 推動往上也是一個推動 就是一個形成一個推動的形態 推動的形態 往上也是推動的形態 往下也是推動的形態 那怎麼解讀 這兩張圖待會兒 我們再來談 這是重點 那這一段期間 頭部你看 這樣漲賞疊疊 從11月6號這樣漲賊疊疊疊疊疊疊疊 其實這個過程 剛剛跟你談到 都有跟你追蹤說 它整個那個大區間震盪 這一段走完換這一段 這一段走完換這一段 都有跡可循 都是有跡可循 那當然追蹤這個重點 如果說它推動沒有成型 就持續震盪整理 這我之前就跟你談過 再推動往下沒有成型 又持續震盪整理 這你要有個認知 它就是大區間震盪 那當然你要抓說 它有沒有機會什麼時候發動 有那個形態 有那個形態出來 你就要注意 之前有幾次它是失敗了 可是你要懂得去應對進退 推動 要推動 有沒有 好這個結構 那四季美女 它都沒有推動成功 其實它還是一個 區間震盪而已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尤其是這個跌下來的時候 這幾點我都跟你講說 其實那個在那當下 在那當下你不必太擔心 不必太擔心 有沒有 好那上來 上來這幾次初期 這幾次我也跟你講 不用太樂觀 因為它沒辦法 它不可能整理那麼快 可是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整理的形態 已經也整理很久了 這從11月6號一直整理 到今天12月6號 剛好一個月 剛好一個月 這樣的時間的整理它結構 你去看它的一個 整理的形態的結構 是有機會說 比如說結束在這裡 那這個有推動 我會說它再一段 結束在這個地方 那你 然後B 然後C下來 通通有那個結構 所以我說接下來 下禮拜很有機會 出現一個比較重要的 可能整組脈動 要開始起漲 或是要開始起跌的 起漲點或是起跌點 就是一個關鍵轉折就對了 差不多就是一個關鍵轉折 那個要掌握住 那個要掌握住 好 那這一段期間 其實我們操作還算OK 從11月20月那時候 有空一筆下來 這整個都 都還不錯 這個大獲全勝 這400多點 然後後來又來賺了一個 100多點的有沒有 然後11月28那個又下來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整組下來還不錯 又多又空的有沒有 這60點落袋 這落袋都實際落袋 100點落袋 然後這44點落袋 然後這267點落袋有沒有 然後這邊747點落袋 都還OK啦 這一段期間 因為它就在震盪整理 那我說大錢在後面 差不多大錢在後面 接下來這個脈動 應該即將要發生了 應該即將要發生了 尤其下禮拜是很關鍵 下禮拜下禮拜是很關鍵 那這個結構長怎樣 差不多剛剛大方向跟你談到 那當然你現在看 你現在目前是 最後一段是長在這裡 11439到670 當然439是見低點 是我說前面這個439有沒有 它是12345坡見低點 完以後它一個A一個小B 這一段出來是從11443 11443到今天的高點是11670 拉回來11580 這拉的幅度也算深 有沒有 那這整體 當然最後一段是長怎樣 是往上的 好 那我們看這往上 11443到670 我說這一個轉折很有學問 很多人會被那個轉折誤導 很多人會被誤導 會不會誤導 那個平台那往上推 應該要供出去 那怎麼又拉回 拉回還跌破那個起跌點 那提完一般那個 整個技術系列行就好像 就打一個大叉叉了 未必 未必 有一個形態是 闊炎出去再拉回來 整組你把它當成一個脈動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 我其實之前有開那個技術班都有講過 擴延 回測擴延幾點 你整組就把它當成一個脈動 當然回測過幾點會再一次擴延 大概兩次 大概兩次 這我技術班都會講 當然之前每年都會開技術班 那其實這些東西我每天都會寫一份 自己親筆寫的一份那個盤後解析 盤後解析 這在我 其實這個你把它手機拿下來掃描一下 這個是我的Light 8群組 這個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我每天都會寫一份 這樣附圖解說 然後整個盤式結構 我們分析的都是未來 那都一路的持續這樣子 連貫性的追蹤下來 是連貫性的追蹤下來 相信你看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發現 哎呦 一天不看好像怪怪的 這個你把它 自己用手機把它掃描 要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免費的 免費那是Light 8的群組 相信我們PO的東西是 重值不重量 很多老師有這種群組 可是每天PO一大堆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要做生意的 你問問看我群組的會員 有沒有大部分的 都基本沒有 就是很中規中矩的 我們就是做一些盤後解析 那盤後解析當然應該是我認為 應該是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你食物操作 要懂得怎麼做 你要懂得怎麼去應對進退 這個也很重要 歡迎加入我們的Light 8的群組 那這些我每天都會寫 每天都會寫 譬如說今天12月號 我就會把這兩張圖附上去 把這兩張圖附上去 附上去以後 然後再寫一篇盤後的解析 那這種結構 當然有些重要 當然事實 這個我們講坦白話 食物的操作 那些關鍵點位 當然這還是要留給我們的會員 我解析了一個大概盤式的一個方向 一個架構 其實應該也是夠了 差不多應該也是夠了 那這些東西都是怎麼樣 都可以讓你驗證的 不是馬後跑 不是盤後解析在那邊講一些 今天盤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是 我們在談的都是談未來 都是談未來 都是談未來 這才叫做分析 分析 那這個結構 差不多這個結構就精彩了 差不多這個結構就精彩了 我自認來應該是看得懂 那種架構很清晰 差不多那個結構應該是很清晰 一般人看起來可能亂掉了 我個人看起來是很清晰 結構清晰 我在考慮到今天的美股的盤後電子盤 也是相當的重要 我個人認為就我看到 現在的盤式搭配今天晚上的美股電盤 再搭配下禮拜 即將要發展一個結構 今天晚上的那個電子盤 其實我每天都會操作那個盤後電子盤 那我都會發一個call訊 你們就按照那個點位去掛一掛 去操作就好了 其實精準度很夠 精準度很夠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它的難度在 因為考量的東西很多 那今天晚上的盤後電子盤 我認為格外重要 格外重要 這個部分搭配這個結構 搭配這個結構 搭配這個結構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 差不多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 好 這是期貨的部分 我說其實期貨我們這樣做那麼久 那會員其實很多跟我都跟很久很久 都跟很久很久 我說你食物操作 這是你不是偶爾靠運氣 是要賺一波賺一波 那改天你怎麼賠都不知道 路要走得又長又長 投資路是長長久久 在投資市場你就要走得又長又久 要比氣長 長期你是大贏家才是重點 不是 運氣好做多一波 不是這樣 我們沒筆的操作我都一直強調 絕對是進有距退有距 我們不可能沒筆都賺錢 可是你長期給他統計下來 我們會是大贏家 我們會是大贏家 你賺賠賺賠的過程當中 不能沒筆都賺了 那個騙人的啊 那個是騙人的啊 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想用膝蓋想就知道了 大家說用膝蓋我先就知道了 用膝蓋我先就知道了 可是你大賺小賠大賺小賠 長期就是大贏家 長期就是大贏家 中規中矩的做 中規中矩的做 沒有什麼投機取巧 我都只有出色夥伴 才可以幫助你看到遠大的鴻圖 你認同理念的啦 否則認同理念 歡迎你跟上腳步來 你也可以去問我們的 全國的騎貨會員朋友 我們操作絕對是有口戒備 絕對是有口戒備 絕對不是在那邊自誇自擂 績笑會說話 否則績笑會說話 這是齊群的部分 齊群的部分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來 那個股的部分 我說就是你一定要精選持股啦 你要考慮這個盤式結構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隨時都一樣 我的認知是這樣 隨時你都是持股要精簡 很多股票買一大堆 很多老師帶股票買一大堆 然後套了不管你 然後一支叫新股票 那個都中不到錢 我們最多最多 這三檔三檔三檔兩檔一檔 有時候還更少 那是最多 等於是你一般的會員 你最多就是三檔股票而已啦 我要再叫新股票 一定要調節換股 那你這樣中規中矩的做 一檔一檔的賺 一檔一檔的來 長期才會是真的贏家 否則很多人做到最後都 股票套了一大堆啊 到最後都沒錢買股票了 戶頭裡面全部都股票 你都沒有積極條 套了你就不管 他套了你就不管 老實在叫新股票 再趕快買 沒有那回事 你這樣統計起來 長期一定是大輸家 一定是大輸家 你就是這個一定要中規中矩的堅持 這樣子 持股要精減 也要精 要精減 也要少 不要多 要精選也要精減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來 8406金可跟你談了幾天 有沒有 那今天公布 已經說不錯 11月份已經說不錯 有沒有 我說這個機構 這邊有機會 他說一個ABC往上走 這個周線 不要看這短短一段 這短短一段 其實就不錯了 那你重點要 像你我們這一波 現在在佈局 個股 所有個股的話 一個原則 絕對不追高 絕對不追高 一定要 因為很多個股 其實我們選的 如果不是那種太投機的 他都有拉回的機會 你拉回 你要看得懂 要懂得佈局 你點位買得好 其實都不怕他震盪 你點位進得好 都不怕他震盪 你不要追高一震盪 你就很緊張 看盤的心情就不一樣了 都不怕他看盤的心情就不一樣了 8406金可 這個地方12345段 你這個AB 應該也是會從這個地方上來 有沒有 8406金可 昨天還不錯 然後213.5 今天更 現在來218 8406金可 有沒有 我說這個結構 大概這應該也不會是高點 從這個平台完 這邊推出來一段 然後可能 這也是強勢整理 有沒有 然後又推出去 然後又拉回來 也都沒有重疊 這應該還有機會 有沒有 這個是初步 初步來看 初步來看 來一個12345 這個今天都還要過高 那結構走的算扎實 算扎實 這是840的金可 今天還不錯 創近期 我們買以後的反彈的最高 218 3324的雙紅 之前有跟你追蹤 我說這種長線 你要先看一下 他有沒有機會再推動 看起來還有 這邊一段兩段 然後山裡面12345 這是左彎 左彎他 山左彎他會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再追去 你至於觀察 觀察完那一天觀察 他從最高點242.5到190 他是走這樣 12345 這一個 這一個是止跌訊號 這一個 這一個190到213 這是止跌訊號 你不用去追他會壓回來 壓回來你要懂得買 有沒有 這邊看起來是12345 然後這個壓回來你要懂得買 他就上去了 有沒有 3324的雙紅 所以我們那天買完 隔天就馬上大漲 221.5 昨天 今天又漲到227 今天又漲到227 所以那個介入的點位很重要 我說什麼時間點 你3324雙紅 你這個地方太早買 他都不會動 沒有用 沒有用 你這邊這樣太早買 這個地方馬上買完 隔天就拉一個長紅 然後再馬上去 那買的幾乎 真的人家說的 真的是買在起漲點 完全應驗 買在起漲點 買完隔天大漲 今天又大漲 有沒有 你這邊混混混混混混混 不必 沒有必要 那這個為什麼 我說這一段是止跌訊號 這一段已經漲上來都 漲超過這個起跌區了 一個 然後當然他會壓回 他會壓回 所以你買他對不對 對啊 今天來227 有沒有 今天來227 馬上怎麼樣 馬上就賺快20塊錢 馬上就賺快20塊錢 不如小補 今天說以現在這種盤勢 你要一兩股票 馬上這樣兩三天可以賺20塊錢 也不多 也不多 重點你要精選持股 不是買一大堆 沒有啊 不是買一大堆 3324雙對不對 還不錯 對不對 好 那3105的文貌 我說這個就很關鍵 他大概有可能12345 那我個人看 他這個地方拉回來沒重疊的話 是有機會12 然後341234 那這樣的話就好戲還在後頭 好戲還在後頭 所以那個臨界駕驅 我要去佈局 對了我就是買在幾乎最低點 對不對 我對了我幾乎就買在最低點 老實說萬一不對 萬一不對他回來重疊 我們買的那個點 眼睛閉著都可以 都可以獲利出青 都可以獲利出青 都可以調節換股 所以你買的一些點位 也要考慮到說怎麼樣 進可攻退可守 好應對進退很重要 不要勉強 不要去追高 過度去追高 三億回五罵有沒有 昨天有衝到295 那天10月4號買的 昨天就衝到29 像這個是 今天拉296小拉回 一樣3105貓 這種結構啦 這個結構就跟1234 第五根黑K怎麼會敢去買它咧 這一般人是不太會去做這種動作 而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有憑有據 有所本 差不多有所本 12345第五根就是前天買的 前天買的昨天就一個大紅街又還往上再衝到295 那買的你相對很低的話 其實我說這個ABC XABC 有可能是一個雙重山的七段整理 那我們評估對了就會是買到最好的點位 按部就班按機率操作 差不多按部就班 今天來的296 這是3105的五毛 3105的五毛 那當然推出去它到 我說這股票你 特別我們操作的時候跟你講 你不要去追高它 可是它衝出去它會拉回來 那你拉回來你可以買它 你自己看它的營運動能 差不多它的 第四季啊 第三季啊 第三季是賺多少錢啊 快兩塊錢1.93 1.93 第四季啊 你自己看 更好 更好啊 有沒有 所以以這種營運動能啊 現在六十幾塊 真的是 我就我認知啊 便宜啊 便宜 那便宜的話因為它 融資有點高 籌碼還在清洗的過程當中 它總是會漲高 會拉回 你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刻意去追 有沒有 它每次一漲一段都會拉回 漲一段都會拉回嘛 有沒有 之前就跟你講了 商業器 它每次漲一段就拉回 漲一段 漲一段你又追又拉回 有沒有 所以你就趁拉回買趁拉回買 那這一組賣動 完了它就整理比較久 那整理比較久的末端 你就要懂得去介入 就要懂得去介入 那個timing啊 討論那個timing的時候 我們昨天買 今天還不錯 今天大盤本來不是很好 它也還比 還可以啊 還可以 你重點就是你買的價位要低啦 買了價位要低 你就好應對進退啦 就這麼簡單 那那個低下來 你要敢買啊 你要看得懂 討論你要看得懂 很多人低下來 他不敢買不敢動作 高往上追 哇 很勇敢耶 很勇敢 那你常常這一陣子最高的通通 結果不是很好 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這是三個一七的優群 那這個梁尾也跟你談過很多時候 說這個結構短線還是要先往上 有沒有 買完以後他也最高來到706 來到706 好 6138的茂達 6138茂達這個結構 當然是第五段 第五段喔 這邊如果是第五段停住 它黏住就會比較久 這個你要去懂得應對進退 目前來看是還OK 它有最高到79872 今天最高還衝到806 6138茂達 這段能不能推動出去 當然現在在觀察上 可是目前來看是 我們講坦白話是還OK 那個結構我說你要 譬如說細微賣動 這個小時限你要先看 它推得怎樣 力道的賣的賣的賣 懂得觀察 頭部要懂得應對 時間不太夠了 這不太贅述 我說個補的部分 頭部這一定要中規中矩的做 我們都堅持這樣子 中規中矩的做 按部就班 才會是贏家 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至今推薦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旅行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直步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部 好可憐在這裡啦 即日起身裝 運達頭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部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露營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介入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 一併射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 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啦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差不多十一月要跟你們談到說 開始整理 那這整理總有整理結束了一天 對不對 那我說下禮拜應該有機會 出現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轉折 因為這整理完 接下來那個脈動 有大錢賺 有大錢賺 我說目前的結構清晰 你跟上腳步來 差不多跟上腳步來 有大波段可以賺 祝大家週末愉快 推薦飛機之客 推薦飛機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 投資本結構思維 現在 殺YouTube 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擊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波浪理論 手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知情車線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起貨 起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直播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客戶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客戶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通過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2-27810909 您在抓狂? 好 我是在抓慧玄啦 你看 彭蕾他兒子選立鬼 他到處敗票還送禮咧 那你要怎麼抓 我用手機啊 我把他會選的行為拍下來 把證據交給警察 要是檢舉成功 還有獎金咧 我要用這筆錢來去環遊世界 你在幹什麼 我也有手機 我也要拍照檢舉他 蛤 幹嘛跟我搶啦 手機收證 全民犯罪 台北地檢署關心您